电话锋显示一试 不能调节怎么回事 这个是客户刚刚拿过来的 所以现在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其实小周的原因特别简单 修好很容易啊 现在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电话锋是个格力大松的 首先我们来插电试一下 你们看插电过后显示正常 但是一会就跳掉了 看到吧 现在就显示一次滴滴响 然后按这个按键都不起作用 其实小电话锋出现这种情况特别多 电拔掉吧 小周的电话锋大部分都有个通病 也就是说就是这个后盖有问题 我们什么零件都不用管 只需要把这边线给它接一下就可以了 像这个电话锋形状有点特殊 是个圆形的 这下面是没有螺丝的 像我们普通方形的一万宝 一般的这个后盖 是可以单独拆下来的 但是这个不行 像这个螺丝是在这边 但是这种我们这个壳子是不用拆的 我们只需要拆上面的顶盖就可以了 直接拿个敲棒 然后插到这个盖子的缝隙里面 直接这样敲 像这个4周都是卡扣的 你看打开很轻松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盖子了 这边有一个温控 像这边有个温控线 等于说这个温控线我们经常开盖子 这边就容易轴弯 所以说磨损比较大 像这个都是电话锋的通病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看到吧 这边原来是两根线的 现在就变成一根了 还有一根它就是断了 是吧 我们把这根线给它拿出来 用钳子或者夹子之类的 把这根线给它拔出来 断的部位就在这里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找出来 再往上拉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线给它接住 接在一起 先找个打火机 把这根线给它烤一下 这样剥线更容易 然后把这两个线接在一起 这个时候我们再准备一点胶带 给它缠一下 绝一下圆 好 就这样 给它往里面晒一点点 直接把盖子给它装好 按压一下就行了 锅放在里面 就这样 我们再来试一下 炸电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跳不跳E4了 看到吧 到现在还没跳 那说明 就正常了 按CAS也可以 好 那说明这个第三宝 E4的问题也解决了 轻松搞定 什么零件也没换 什么零件也不用换 可以 可以